木发秋生的第171天 我和莲大姐成功制造出炼油器和燃料箱 解决了木发引擎的燃料问题 在告别了众人之后 我们也踏上了寻找大岛和黑熊的旅程 辉哥 大早起在这干嘛呢 你看啊 大跑 虽然引擎不再用后木板了 但是需要的生土豆还不少呢 哦 原来是这样 哎 辉哥 咱们在基地 不是带走两个特大号土盆吗 现在正好可以用上了 是啊 我怎么把它给忘了 嗯 现在木发加装了这么多新物件 已经没多少地方了 就放在这吧 再种上土豆 浇上水 嗯 好了 等它们成熟就可以了 没想到啊 咱们的木发也能有今天 仿佛回到了蒸汽时代 哦 是啊 可是大炮 你看咱们的新木发总感觉缺了点东西 缺东西 什么啊 我看这都挺好的啊 你看这大土盆 你看这发动机 你看这燃料箱 不都挺好的吗 可是 作为一艘大船 怎么能缺少船帆呢 虽然现在木发进入工业时代 但是也不能完全代替船帆 第一 它在顺风时可以协助前行 节省燃料 提升航速 第二 船帆作为大船的标志 是我们勇往之前的精神象征 不可缺少呀 哦 说得好 辉哥 可是咱们放在哪呢 嗯 这个不用担心 我昨晚已经考虑了很久 咱们首先需要把船帆架得高一点 其次 还要把雷达也重新架上 一举两得 好 咱们动工吧 嗯 将雷达平均放置在船帆旁边 然后把接收器放置在和天线平行的高度上 好了 嗯 没想到这雷达也更新了样式 这是 哦 原来这里是输入坐标的 这么来说 咱们的雷达也可以精准定位了 大胖 快 把连大姐给你的坐标拿出来 辉哥 我记着呢 是6019 6019 我输入一下看看 6 0 1 9 9 嗯 有反应了 太好了 辉哥 咱们这就过去 放翻 探索一号 全速前进 2 2 1 2 1 4 嗯 前面还有艘船 那是谁的 不会是幸存者的吧 咱们快过去看看 不急 先去会议室开会 好好计划一番 收到 按照道理来说 这个大岛显为人知 这突然有了人 分不清是敌是友 咱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这样因大哥说得对 咱们不能大套惊蛇 这样 我来布置一下 一号作战计划 调查不明船只 二号作战计划 上岛捉熊 现在咱们原地停船 游过去查看一下情况 好 大家拿出武器 随时准备应对危险 好 嗯 你们两个的武器 为何这么陷进 啊 这个说来话长 来来来 姚英大哥 我再给您一把 那就出发 大家小心 嗯 里面破损的还有些严重 是呀 这破船空空浪浪的 啥也没有 大家快来看 我发现了什么 我的天 是方向盘 如果有了它 咱们调整方向 调整船头 就更容易了 那还有啥好说的 咱们快把它拿走 啊 哎 大炮 这样不好 哎呀 辉哥 咱们不白拿 反正也是为了学习 这样 我把这个 生物燃料精震器的图纸 留给它 反正它还有发动机 肯定能用上 这也算是大家为了科学 共同进步嘛 嗯 好吧 不过看样子 船上没人 难不成上岛了 很有可能 哎 万一他们也是去找 黑熊皮囊的 那不就 我看不像 你们看它的船 像是刚刚大修的样子 说不定是上岛收集资源了 老道也是啊 不过它这破船 看起来一点心意也没有 哪比得上咱们的木法气派 哼 说到这 我突然想起来小浪那小子 不知道看到了咱们的心木法 会怎么想 既然他想取秀儿闺女 就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 怎么着也得比咱们这大船 再好上个三五倍吧 别臭贫了 你媳妇还想不想救了 咱们快点上岛 哦 就是 咱们快 咱们快点上岛 咱们快点上岛 噓猎